各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当疫情肆虐全球的时候 全球老百姓可能判两样东西 一个是判疫苗 一个是判特效神药 看来疫苗还要等一段时间 那么特效神药 外国有个公司人家生产一种叫瑞德西韦的药品 据现在有些国家实验说 这种药品还是很有用的 就在最近这段时间 人家这个药已经量产了 而且把价格都定出来了 多少钱一瓶呢 咱们知道人家基本是区别定价的 大概是在390美元一瓶到500美元一瓶左右 根据你是有政府的保险还是私人的保险 而且一瓶不够用 一个疗程至少得六瓶 六瓶大概你就要花3000到4000美元 也就是2万到3万人民币 说实话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要知道今天全球确诊 已经超过1000万人了 是以往我们跟大家聊过 我们是理解很多医药公司 为什么把药品价格定得如此之高的 人家说研发一种新药 那个成本不是说药片的价格 而是我们要长达十几年 无数的科学工作者 医学工作者研究 还有大量的临床实验 一种药品从研发到生产 可能要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我卖你一瓶药啊 我要把我过去十几年的成本拉回来才行啊 所以我们倒是能理解很多医药公司啊 把他的药品价格定得非常高的原因 然而那些针对的都是一些罕见病 特殊的病啊 得病的人很少 今天我们面对的不是那种病啊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席卷全人类的瘟疫啊 什么叫瘟疫 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患上这种病 那么我们应对的手段就跟一般的病不能一样 举个例子 当新冠疫情在我国爆发之后 我国政府马上出来说一件事 什么呢 这种病在我国境内任何人 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得了 你放心 治病的所有钱中央政府来拿 国家来给你承担 不光治病啊 检测费用 隔离费用 也是中央政府承担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瘟疫 你如果一开始不痛下决心 拿出大笔的钱来贴补 来治疗这个病 那么未来你这个瘟疫扩散是非常危险的 而今天我们可以来看看美国的情况 治疗这种病啊 人家说一个疗程要6平1 大概要3000到4000美元才是一个疗程 那么我们倒可以想象一下了 美国有多少人拿得起这个钱 以往我们就跟大家聊过 美国有接近50%的老百姓 是连400美元的现金都没有的 美国有大量的老百姓过的是银吃猛粮的生活 什么意思 我预先用信用卡用贷款早就把钱花出去了 然后每个礼拜五发工资的时候 拿的工资是先还以前的欠证的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你指望多少美国人能负担得起三四千美元一个疗程的药 而且由于美国政府的应对不善 过去几个月 美国是一边疫情一边经济 两头不到岸 什么意思 疫情爆发越来越厉害 接近300万人确诊 另一方面 由于各种各样的封城啊 隔离措施啊 大量的人失业 到今天已经有接近5000万人失业了 大家不要忘了 失业的人几乎都是中下层的人 银吃猛粮的人 手停口停的人 这些人他能拿得出三四千美元吗 拿不出 而作为美国政府来讲 从来没有免费治疗啊 甚至免费检测进行的都很不好 也就是说 未来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夸张的景象 大部分美国人根本没有钱负担这个药 那么怎么办 好吧 反正我也没钱 那我就不吃药吧 那我就混吃等死吧 那我就在社会上继续游荡 然后传染更多的人吧 这样美国300万 怎么打得住啊 确诊人数恐怕得三千万起啊 其实不是没有解决方案 一开始就应当效仿我国 哪怕政府拿出大量的钱 直接资助 甚至收购医疗公司 然后开发出来的所有药品 全部免费的提供给美国老百姓 是 这样会花很多钱 但这样 才是彻底解决瘟疫的方案啊 今天的视频 你满意吗 点击照理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